尼莎海棠台风来袭 传统市场出来做生意的摊商并不多 上午还是风雨不断 菜饭顶着风雨做生意 民众为了煮三餐 也得雨衣雨散 全副武装赶紧来补货 昨天煮完了 今天要多少买一点 今天来这边是没有啊 跟平常一样 只是出来的摊贩很少就是了 要买不太容易 台风来袭 传统市场部分的蔬菜价格 出现了预期心理因素上涨 不过还好菜价涨幅不大 民众普遍还难接受 它追摊还好了 涨一点点 之前买菜是比以前 有涨了一斤二三十块有差 有的涨一点点 有的涨很多了 之前大概都十五块 今天你看就可能都要翻倍了 每次台风过后 菜价难免上涨 消费者都习惯了 只要涨幅不太夸张 多半为了固肚子 还是会买下售 而菜饭也说 这一次的风雨实在不少 对农作物造成损害 包括青葱 高丽菜等叶菜 批发价就涨了一倍 从一把差不多三斤 差不多一百五而已 三十块而已平常 现在都涨三极跳 那都涨很高 青江菜小白菜油菜都涨一倍 本来一百五现在都三百 影响很大 那个风雨太大了 油菜啦小白菜啦 黑菜总共都是比较贵的 高丽菜啦 这个高丽菜以前哦 差不多四五百块而已 现在都八九百而已 涨一倍啊 雨啊 下太大了 真的整个东西都会 都会几乎都快不行 要等到太阳一来的话 全部都难掉 一切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 这个蔬菜一定会上涨 菜饭建议台风过后 可以减少购买野菜类蔬菜 选择根筋类较为不上荷包 而且台风来袭 菜价上涨的情形 大多反映在台风过后 民众要有心理准备 毕童新闻 蔡理科威德卫 蔡方报导